吃一会呢 还要稍微卸点汤啊 那就叫四口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醋溜白菜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出健康来 用的是白菜方 这道菜呢 改造的模式呢 有这么几种啊 咱们呢 先看一下第一种 这样子 筷子粗细的条啊 就可以 第二种呢 是这样的 片片 这个片的这个 截面越大越好 这样呢 便于入味啊 第三种 然后呢 打结 来 这样片的片 但这个片呢 看上去呢 还是比较规范啊 刀口的截面越长越好 这个就是标准 方向妈干一下啊 再截面这么长 嗯 好了 接下来把这个葱姜蒜切一下 啊 这个蒜呢 可以呢 顶到切成片或者拍一下啊 看一下效果好 味儿除了浓 啊 剁成 豆粒大小的丁 就可以 葱 你切两半 切成大葱花 姜 来 王爷妈咱看一下啊 先顺一下早 现在呢 把这个葱姜下锅 下入白饭 把这个菜呢 这么摊开 就热的均匀 速度那么快一点啊 就热的均匀 用勺子趁一开 两头往里边都 都愿意往外推 现在呢 可以加盐 豆粪 醬油 老神醋 王爷妈咱看一下啊 看这个汤点有多少 看下口 盐腾口还都可以 现在可以勾气了 放入蒜末 加上点材料油 馅儿呢不宜过大 稍微融入点汤就可以 吃一会儿呢还要稍微卸点汤 那就叫煮烤 不要黏糊糊的 那就是馅儿过大 朋友们这个菜呀咱就做好了 我下的这些调味品 朋友们都看了 说如果你觉得这个醋溜白色 过酸了怎么办 你都少加一点糖 来缓解一下这个醋的舌不丢的那种酸 还有很多朋友是这样说的 吃醋溜的菜就要吃个爽 那就变加糖 好了来朋友们 咱们往前来咱看一下 口感非常脆 做这个菜 无论你吃饭也好是喝酒也好 口要打标 要脆 太好了 好了今天这道菜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